好的主播,美国众议院周六以335票对上91票 通过议长麦卡锡提出的能让政府持续运作45天的临时支出法案 和先前版本不同,不再大幅削减开支 以维持救灾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所需的资金 但这不包括为乌克兰和边境保卫提供额外的金钱 现在就等参议院通过法案交由总统拜登签署 但如果法案又在参议院卡关 美国政府就会在台湾时间10月1号中午12点01分关门 届时400万名政府员工 其中有大多数人都拿不到薪水 从国家公园到金融监管等政府服务也会停摆 岌岌可危的还有麦卡锡的议长大位 因为共和党内极右派人士曾经放话说 如果麦卡锡请民主党帮忙通过临时支出法案 就要提出动议罢默卡锡的职位 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 现场交换给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